妤雯黃 ower Dahar 午安 大家好 非常歡迎大家 今天來到這場演講 那這個演講是台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跟台大外文系合辦的 那是我們系列演場的第二場 那我就先請高研院的廖賢豪院長 跟大家就整個系列的演講 做一點說明也順便做一點宣傳 我們後面還有兩場演講 廖院長會一起邀請大家都來參加 那我們就先熱烈歡迎廖院長 謝謝 非常歡迎大家在入手中 來播放參加我們的活動 好 就像剛剛外文系的理性主任提到的 我們這是一個四場的迷你系列 也是我們針對新冠肺炎 相關的規劃的文化跟思想的活動裡面的第二部分 我們前面有一場叫做新冠啟示錄 The Viral Acropolis 那麼當時是一個論壇的形式 就是六位講著化學科的醫師 這個歷史系的老師 文學思想的社會學的經濟的政治的 那這六位學者在一起做了一個論壇 那這一場這一系列本來也算用論壇的形式 那這一場就是等於說繼續 我們原先對新冠肺炎的關懷 那麼進行對人類式的一個比較徹底的反思 就是透過 所以我們題目叫做 With a Viral Eye 就是以病毒之眼 透過這次病毒造成的所謂的疫情 來重新再瞭解 那麼Antropocene 這個人類式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為這件事情沒發生之前 大家覺得人類式是一回事 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大家對人類式的體會可能又深刻了不少 不過可惜這次就是因為大家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把它變成迷你系列 但是精神上 精神上其實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個非常強的一貫性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把它當作一個論壇來看待 那其次就特別要謝謝我們這個萬元系跟我們合伴 這個萬元系這四場都一起跟我們合伴 對我們這個活動的進行 這個有很大的幫助 那也謝謝黃老師的院子 黃新亞黃老師從我們原子中山大學來參與我們這個活動 那順便當然剛剛黎德仁提到 我們順便還要再廣告一下 就是在8月15的時候 因為台大這個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是非常的跨學科 跨領域取向的 所以我們活動是盡量能夠朝這個方向來發揮 那麼在8月15的時候 我們還會辦一個一天的迷你的conference 有六位學者一起來討論 AI和人性的議題 就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umanity 那麼我們請到台大的這個人工智能 人工智會與機器人中心的主任副理廠電機系的教授 然後副主任是心理系的葉素林教授 還有台大哲學系的主任他是做議事 主體議事的他一位 還有清華大學的林文遠 做STS的社會系的教授林文遠教授 他這方面更遠很久 還有一位清華大學法律方面的學者 叫林前副教授 他們都會從各自的領域來討論這個議題 最後還有我 我要談的是AI跟邪惡的關係 AI會不會莫名其妙想要邪惡起來 所以我相信我們這個跨領域的交鋒 會非常的有意思 各位可以期待 有像我們這個新冠肺炎相關的時場 這裡會不會出書的 我們會盡快盡快的 也許明年年初就會出書 當然我們要求我們的學者 趕快把論文寫出來 接下來我們就把主持交還給李主任 演講開始前 我就來介紹一下今天的講者 那今天的講者黃新亞教授 是國立中山大學外圍系的特聘教授 他曾任我們科技部科教發展 跟國際合作司的司長 中山大學文學院的院長 中山大學教務長 那他是這個 美國伊東諾大學的比較文學博士 那那個黃老師呢 真的是朱若梗生 非常的敬佩 他的專書有 《Decolonizing the Body, Disease Empire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Native American Women's Writing》 他這邊有很多文字上面的遊戲 那我唸出來的時候大家是沒辦法提會 建議大家去把書找來看 那從衣櫃的裂縫我聽見 然後呢他也主編審議了 會看北美原住民文學多元文化的省思 《Aspects of Transnational and Indigenous Cultures》 《生態文學環境主體與科技》 《Ocean and Ecology in the Trans-Pacific Context》 《The History of 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s》 《北美鐵路滑工歷史文學與視覺在線》等 那他目前呢是我們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的理事長 然後呢他也擔任《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American Studies》 還有《Rules It Research in Transnational Indigenous Perspectives》的編輯顧問 那同時呢是《Humanities for the Environment Asian Pacific Observatory》的召集人 那黃老師的這個研究呢涵蓋當代北美太平洋 島嶼原住民的記憶歷史 離散再現 人類史與生態人文等相關議題 那我們今天呢非常高興呢 請到黃老師呢就是老遠呢 從高雄來呢給我們這一場演講 那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他 謝謝李主任的介紹 好那我也要謝謝廖院長的邀請 那今天在座的呢還有我們監察院的副院長 有孫大川老師大川老師在啊 什麼事情就要放慢放輕鬆 好要不然最後呢你講完了之後呢 你講了一個小時他另外一個小時就調侃你 那我們這個漢人常常說 我們在哪裡倒下就要哪裡爬起來對不對 他說在哪裡倒下就在那裡躺好你知道嗎 所以等一下大家要保護我一下 好那我講原住民與人類史 這個議題呢其實是我們在談人類史 應該就是這個世紀開始 那麼有非常非常多的論述 最早呢可能就是從我們所謂的古生物 所以我們所謂的地質學跟生態研究 之後呢到達我們現在呢幾乎在各行各業 都要講這個人類史的議題 所以我先今天呢就先把人類史呢先有一個概述 在這個概述當中呢我就會把原住民的議題呢 帶進來為什麼會帶進來 就是說呢我們從1999年這個詞 Anthropocene這個詞誕生開始 我們發現其實原住民是不在裡面的 那原住民為什麼要在裡面 那我下面就是從這概述當中說 那原住民為什麼要在裡面 那一開始呢當然就是這個 Paul Krusen 現在那個我的助理幫我搜尋一下 Google search 623萬個結果 你一定要一個一個去看 然後呢好多好多的期刊 都一定掛上一個 Anthropocene 2016年 Keywords for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也把這個字當成為一個重要的 Key Concept 就是所謂的關鍵詞 然後呢 Osford Dictionary 所謂的牛津字典 他在2015年呢也收入了跟Selfie自拍 所以 Anthropocene呢 在牛津字典裡面跟自拍 是一起收進去的最新詞彙 那最早是怎麼來的呢 這個Paul Krusen 那他是一個化學家 那這化學家呢在墨西哥開會 那麼那個會議叫Holocene 就是講這個全新式的議題 他說喔不對不對 今天人類呢已經這麼的深入 改變了我們的自然環境 應該叫Anthropocene 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human being 應該叫做Anthropocene 他就發瘋的一樣的說 那就推翻了整個會議嘛 這是1999年發生的 於是在2000年呢 那麼他就跟古生物學家呢 Eugène Stomer 他就發表了這個 The Anthropocene 所以正是 是在2000年的時候 Global Change Newsletter裡面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Paul Krusen 就是在1999年 在墨西哥成發瘋的 他又寫了一篇 在Nature 大家知道 Nature 只要有Nature雜誌 Nature或science 我們在學術學都知道 就可以得很多錢 那只有一頁而已 叫做Geology of Mankind 就是人類的Geology 地質學 那麼這邊呢是有一段 那我們把它翻譯過來 過去的三世紀 但是這個Geology of Mankind 它主要就講這個 人類對於全球的影響 加深加速 源自於人類的二氧化氧排放 還有氣候變天不同的 已經改變了我們今天 對於自然的模式的想像 未來的數千年也會有更劇烈的變化 所以他說人類是已經來臨了 那他怎麼說人類是來臨了呢 就是說所謂的Holocene 我們現在所在 原來他去開會是要講全新式 這是一萬到一萬兩千年前開始的 這溫暖全新式 他說人類是已經開始 而且不是現在才開始 也不是2000年也不是1999年開始 他說是開始在18世紀的後半期 這個時間剛好跟瓦特發明蒸汽機的1784年 還有工業革命吻合 那我們就用這段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HBO去年的Documentary 這個一定要看 沒有辦法看全部 我們看他的Trailer就好了 也夠深度 基本上他是從科學的角度 他說他到北極的檳城 一挖一點 那個火就爆起來 為什麼 地底下的甲腕太多了 然後北極冰池那麼厚 怎麼地底下的甲腕呢 又會讓你弄到 對不起 他就是Melting Glacier 整個的冰河都溶解了嘛 所以呢 Eyes on fire 連冰都會著火 他說Ticking point 我們已經到了那個極限點 而且Arctic 就所謂的極區呢 事實上是在這整個 我們氣候變遷的front line 他是在最前面 最前端 在承受這個氣候變遷的結果 而這個結果呢 是全世界的 但是他後面的這個Solution 大家就聽聽就好了 他說 我們現在科學技術很好 所以呢 我們可以用各種方式呢 把Carbon catch 就是二氧化碳 然後變成岩石 變成Rug 然後再把它存起來 存在地上 那我兒子就說 我兒子是Scientist 他就說媽媽 這麼多石頭到哪裡去放 我一下就想說 那到時候就是土石流了 對不對 所以那後面的就是參考就好 我們有更好的Solution 希望 好 那這個呢 我剛剛提到的 這個就是Eyes on Fire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為什麼18世紀後半期的工業革命 在這個Documentary Eyes on Fire裡面 就會講得非常清楚 造成了今天 我們無法去立即解決 而Climate Science 這些科學家 他需要爭取很多很多的經費 來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這是科學的解決方法 那麼另外一派人的說法呢 就是這個第一個 我跟大家列出來的 Science Lewis跟Mark Messlin 他們Defining the Anthropocene 又是Nature 他說No 不是在18世紀 老早就已經開始了 17世紀 那17世紀發生什麼事情 1492年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大量移民是在17世紀 大概1616年左右 進來哪裡 進來美洲大陸 他說當他進來美洲大陸 這麼一大片 所以從Discovery 我們所謂的第一大發現 或者是一個大征服 已經把我們世界上 最大最大的一個森林空間 已經完全的摧毀 這個摧毀 事實上在1986年 這個Edward Cosby 他的這本書 Ecological Imperators 已經提到了 當歐洲人來到美洲的時候呢 他把歐洲古老的病毒 裡面包括smallpox 這跟我們的病毒之眼 就有關係了 包括smallpox 就是那個叫天花 還有肺結核 還有麻疹 通通帶進了美洲大陸 原來美洲大陸的文明 大家都知道 印第安的文明 包括英格 包括麻雅 包括 Aztec 那麼最後今天的人口 是千分之二 美國總人口的千分之二 那麼他們依據當時候 這些病毒的致死率去推估 原來美洲的原住民一定有一到兩億 而今天美洲的 美國的全部人口 也就是那麼兩億多 這麼大的一個古文明 事實上是被病毒摧毀的 這件事情在歷史上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利點 所以呢 人類的這個移動 或者是殖民主義 不僅把病毒傳播 而且是有益的傳播 他發現說 我不用一兵一卒 我只要把帶有病毒的毛毯 丟到部落去 全部一個部落 沒有一個人可以幸免 因為舊大陸的病毒 在新大陸的原住民 是完全沒有抵抗力的 我們講到immunity immunsystem 今天我們碰到 coronavirus的問題也是這樣子 當人類把這個wildness 該屬於這個病毒藏在那麼深的地底 你還要去把它挖出來 那你對那個病毒是絕對沒有免疫力的 所以當時候就用這樣子的一個論述說 那這同樣的病毒 為什麼我歐洲人不會死掉 你美國原住民死掉 你的身體太爛了 你知道嗎 所以你是inferior race 所以在疾病的論述裡面 我們可以想見的 把自然的這個訊息把它naturalize 他把它變成一個政治 有政治political agenda 有政治議題 或者是一個政治論述的一個基礎 那麼這是這本書裡面最重要 那我上次剛剛那個李主任提到的 也是這本書 那我當時候裡面呢 就是從美國原住民他的書寫裡面 那麼再講到我用這個做例子 我那本書裡面就有這個例子 這個是Louis Erdrich 他是Anishinaabe Anishinaabe在哪裡 在北邊 大概在Minnesota 跟加拿大的邊界 那Louis Erdrich 是當代很有名 非常prolific 非常多彩 他裡面有一本小說 那我就解幾段 這個故事一開始就是 一家人全死光了 只剩一個人 而這個人叫Fleur 花 Fleur 法文的話 那他的家族呢 是一個Medicine Woman 就是所謂的這個Shamanism 就是我們應該叫什麼 烏的家族 這個烏的家族裡面就是他一個人 來傳遞這個香火 所以呢整個族的人 那族老 包括Nana Push 是這本小說的敘述者 都來保護這個人 好 但是最後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最後這個人就煙消云散 就如雪泥紅爪一樣 看到他的腳步走了 他是跟著什麼東西走了呢 你看到 這個愛就是我講的Nana Push 就是祖老 這個祖老他說 當他一進到 他住在樹林裡面 就是這個Fleur住在樹林裡面 他是唯一一個倖存下來的 所以小說的一開始是非常淒慘的 就是說 因為這個病毒的侵襲 外來病毒的侵襲 再加上Femin 所以當病毒進來的時候 我們第二個要注意的是飢餓 為什麼 因為不是只有人死光而已 他連他最後的一頭Buffalo 最後的一頭美洲牛 也剩下骨頭 所以最後留下來的就是那個Fleur 那個女主角 女主角從頭到尾呢 都是靠這個Nana Push在講話的 那他說他一進了樹林以後 他就聽到有千萬個對話 那當然只剩下一個人 怎麼有千萬個對話 你看這個人是來自於烏的家族 他在跟誰對話 在跟樹林裡面的很多 他就說蟲與鳥獸對話 他說 Not only the birds but small animals and the spirit in the west stands have been forced together 也就是說從西邊來的這一堆spirit 都已經被推到這裡來了 因為Fleur是整個的中心 被推到這裡 被誰推過來了呢 白人來了以後呢 就把這個森林全部砍掉了 那這些動物呢沒有shutter了 沒有他們的居住地了 於是呢就躲到了那個Fleur的cabin 他有一個小茅屋來了 所以呢他一進來 就聽到千萬個對話 他們在開會 接下來要怎麼辦這樣子 那我們看下一段 A forest was suspended 他看到的是整座的森林都怎麼樣 suspended 都騰空了 然後呢 Lightly held The fingerloves of leaves floated on nothing 所以呢整個都虛幻了 the powerful thoughts the columns of triumph the slain tricks all substance was illusion 所以原來是實時的那個樹木 都已經變成什麼 虛幻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這個文學書寫裡面 在講 也許科學界就直接呢說 我把森林砍伐了 然後我就發展出一個城市 發展主義 我就帶來人民的繁榮 但是這個文學的敘述 讓你一點一滴的去感受到 你失去的其實不是一個森林而已 你失去的是一個整個人類的文明 是你的整個spirit 整個精神 所以呢 他下面最後一句話 第二段的最後一句話 這裡 每一棵樹都砍 而且呢 through at the base 從根拔起 好 那 這裡我講到 他最後就講 最後呢 這個漂亮的 在樹林裡面 可以跟千萬個 蟲與鳥獸對話的民族 最後呢 變成 a tribe of single space document 所有的木頭都變成紙張了 所以呢 這個森林的民族呢 就變成 美國聯邦政府 檔案櫃裡面的 document 檔案紙張 這是很心痛的 好 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美國開了一條 所謂的跨州的鐵路 這個州際的鐵路呢 到了Rocky Mountain的過不去 所以呢 原來呢是愛爾蘭的後裔 他們找勞工也都找外勞 那後來也有華裔的 好 蓋起來了 蓋起來以後代表什麼 代表 所有的原住民的土地 這裡 這個是在Harper Weekley的 19世紀 他蓋這條鐵路 是在1861年是美國內戰結束 1865年就開始蓋了 蓋四年到1869年 19世紀的下半夜 於是乎他把兩個羊 就是所謂的大西洋跟太平洋連起來了 我們今天有全球化 我們有全球資本主義 今天美國變成Super Power 為什麼 因為他們蓋了一條跨州際的鐵路 但是這條跨州際的鐵路呢 當時候呢 這是非常轟動的 我不要去解釋這麼多亂七八糟的 這裡面都有故事 我給大家看的是 這條鐵路 這中間有一個大河 然後這裡呢 是這一頭 太平洋這一頭 它叫太平洋鐵路 是由華公來蓋的 那華公也很淒慘了 我也不多講了 那當然就通車了 但是另外這一頭 你看到Tipping 這個就是原住民 他們騎著馬幹什麼 揮別故土 已經沒有他們的土地了 所以從此呢 原住民離散 離開家鄉 那麼在這張圖裡面 他其實原來沒有要表達這個 但是我們清楚的看到 這條鐵路好比連接了兩塊陸地 但是事實上中間的這個 最大最大的cathel 最大最大的這個鴻溝 因此造成了 所以所有的social inequality 社會的不平衡 social injustice 事實上是來自於對這個土地 他的一個切割跟分割以及殖民 所以這個是前面我們講到 人類世有學者認為 從美洲大陸發現的那一刻開始 好 那還有沒有別的學者呢 別的學者說 其實最嚴重最嚴重 造成地質上面的改變 因為人類世本來是一個地質上面的概念 你要經過非常嚴密的科學計算 然後計算的結果說 這個東西影響到不僅是人類的生活 而且這個印記已經深深的繞刻在地層了 好他說那什麼時間點呢 那就是1945年 1945年投下了兩顆原子彈 一個在Hiroshima 一個在 Nagasaki 那這跟原住民有什麼關係 這是美國政府又是幹的壞事 所以我們說Anthrope Singh 基本上叫做Why people Singh 這樣子 就不是Anthrope 不要把我們通通扯進去 好不好 大山老師這樣說對嗎 Why people Singh 那他要投兩顆原子彈 他要先做 對不對 這個東西他就1943年就在紐約起 在Washington DC 起了一個叫Manhattan Project 為什麼會叫紐約 因為他們有一個叫NSF 那個我們在科技部的時候 常常跟他們打交道 就像他們的科技部 他叫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有一個大的計畫 剛剛跟美國的國防部 大的計畫叫Manhattan Project 1943年 開始在原住民的部落 開始採右礦 採完了以後 還在原住民的部落製造 他根本就不運出去了 全部在部落裡面 還不夠啊 1945年的7月16號 我跟你講原住民他們記得清清楚楚 因為那一天 那個部落裡面的阿嬤 突然看見遠方有一道閃光 那道閃光是天有異象 必有災難這樣子 那那道閃光從哪裡來呢 從Aberkirky的東南方 Aberkirky大家知道就是 新墨西哥的首府Aberkirky 如果你們到過那個美國西南部 那那個部落呢 叫Laguna Puebla 所以他們在紀錄上 就有一個阿嬤 看到那道閃光了 7月16號等等 好 8月6號 投第一課Hiroshima 8月9號 Nagasaki 投下去了 所以呢 我要讓大家 那這個學者 這兩個學者呢 事實上就是這兩個 一個是 John Zalassiwi 另外一個是 Richard Monasterstein 那這兩個學者呢 基本上呢 就認為人類式的開始 是投向那兩顆原子彈 但他完全不管那兩顆原子彈 從哪裡來的 對不對 還有投完兩顆原子彈以後 繼續投的事情 他也不管 好 那到底又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我本來要給大家看一個 但是沒關係 頭下兩顆原子彈 那這個 我本來給大家看一個片子 不過我們時間有限 這個是我照的照片 那麼就是在2015年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70週年 那麼在Hiroshima 那我就到那邊去了 我說要去那邊 他們有一個聯合國的一個紀念會 好 那當時候我在那邊排 這是在Hiroshima的A-Bandong 它特別留下這樣子的一個重要的 地理上的註跡 代表這個原子彈投下去的這個 殘海遺跡 這是當天我們在那邊 摺紫荷啊 晚上啊 有這個和尚啊 放這個水燈 這是非常傳統的 這個日本神道的這個儀式 那就是 那就是 它是 Hibakusha Hibakusha的意思就是 幸存者 survival 那所以有一群年輕人 來自世界各地 我這個年不年輕 我不知道 在裡面最老的一個 那我們就好好的談一談吧 這樣子 好 那 原住民在哪裡 在這個 這個是 Leslie Mamonsilko 這是 美國原住民 Laguna Pueblo 我們剛剛講的是在北邊 叫 Anishinaabe 這個是在美國西南部 Laguna Pueblo 就是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New Mexico 那附近的原住民部落的一個作家 他寫了一本小說叫做《儀式》 在儀式裡面就有這段話 那當然他的儀式裡面講了很多 他的Grandma怎麼樣子 然後這裡面的主角啊 發生了什麼事情啊 等等等等的 這個大家去看 這故事也非常的動人 但是這句話 從那一刻開始 人類呢 就已經是一個族群 一個部落了 因為呢 我們的命運呢 就被關鎖在Destroyer 他也不講說是白人 是原住民厚道的地方 這個Destroyer Plan for all of them For all living things 我們被鎖在一個 死亡的缺環裡面 那麼 你看 City City is 12,000 miles away 把一萬兩千英里以外的 也就是從Aberkirky 一直到Hiroshima Nagasaki 這一群人 這麼遠的一群人 全部變成Wine Clan 變成一個族群 而且鎖在死亡的牢圈裡面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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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島上 Hiroshima Nagasaki 的人 可能從來都不知道這些Mesa Mesa呢就是 如果你去過美國的西南部 它是一個高地的地形 然後是紅土 所以裡面呢 藏了很多的所謂的釉礦 但釉礦還沒有被製造成為原子彈之前 他說 是非常漂亮的石頭 他這邊講 Who have never seen the dedicated colors 那是什麼顏色 是紅、黃、黑 非常非常漂亮 我特別今天穿的這個 就這樣 非常漂亮的顏色 你在想到那個夕陽照下來的顏色 非常漂亮 他說 但是這樣子的Rock 這些顏色 他們珍貴的這些顏色 非常細緻的顏色 漂亮的顏色 最後呢 卻燃燒成為他們的殘殺 所以這在部落裡面有這樣的文學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段 日本人的這一段 好 是不是1945年就結束了呢 當然沒有 那他就做了一個叫Nuclear Explosion 他從1945年之後 一直追溯到1998年 總共在太平洋區域 有2053次的 2053次的核報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四報 7月16號 在Aberkirky附近 那個地方很好笑 叫Trinity Site 三位一體的 這美國人很壞就是 三位一體的地方這樣子 然後8月6號 8月嘛 然後放了一個美國的國旗 Hiroshima 8月9號 Nagasaki 好 那我們跳快一點 一直到1950的後面一點 他又一直在 每一個就是一個炸 每一個就是一個炸 你不要那麼慢了 炸快一點 我們沒有時間 要讓你看到那個炸得非常 觸目驚心 我們都住在太平洋邊啊 不應該不知道啊 這隻50年初而已啊 還不夠 往後 那一直炸炸 噗噗噗那裡是什麼地方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講 來 好啦不要炸了可以了 這個可以大家 可以給大家看 來往下一張 好 Marshall Island 剛剛已經 我們院長跟我們講了 從1954年 那個是二次世界大戰 才結束不到10年 你知道嗎 這些人根本就慣犯 1954到1958 在Marshall Island 總共發射了67次的核爆 他第一次呢 是氫彈的爆炸 在哪裡 在比基尼 阿托 比基尼知道吧 比基尼是什麼 比基尼的泳裝 對 大家都覺得比基尼 是比基尼泳裝 對不對 錯了 比基尼其實呢 是Marshall Island 就是馬少爾群島 他們的當地化 那 這個比基尼 比基尼呢 是他的表面 那泥是什麼 是那個椰子 哎呀 漂亮的不得了的椰子水嘛 對不對 你在那個地方 那幾乎是生命之泉耶 你在那個地方 你不能喝海水 你全部都喝椰子水 所以比基尼在 在Marshall Island的語言裡面 就是指的那個椰子漂亮的表面 好啦 這些人反正呢 就是炸了以後呢 法國的一個設計師 就掩蓋了這所有的罪行 這是為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的原因 因為比基尼就變成了 那3.4的泳裝 所以每個人 通通穿那3.4的泳裝 好 去肚甲 所以 這裡面有很多的政治操作跟動機 它不是偶然發生的 比基尼之所以成為比基尼 它不是偶然發生的 因為它背後 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帝國主義的 我要說它是陰謀嗎 一個project正在進行當中 好 那各位知道海綿寶寶嗎 SpongeBob 海綿寶寶好不好 好玩的很 對不對 海綿寶寶住在哪裡 海裡的 海裡的對不對 那個海在哪裡啊 Begini button 對 叫Begini button 這還不夠 它把那個地方炸成那樣之後呢 它呢 就弄了一個Begini泳裝 讓大人去玩 然後呢 它就做了一個海綿寶寶 叫做SpongeBob 讓小孩子來看 那個地方叫做 我是說卡通裡面叫Begini button 好壞 對不對 這是美國的電影 美國的卡通 美國看 現在還繼續演吧 海綿寶寶 去看看 糟糕 好 好 那真正的聲音是什麼 那真正的聲音是什麼 完全沒聽到 對不對 大家聽到的是Begini的泳裝 聽到的是海綿寶寶 真正的聲音在這裡 Cassie Jeanineer Kirchner 她是誰 她是 前一陣子我們蔡總統才去訪問 Marshall Islands 那時候的總統 她後來選總統 換了一個總統 那時候總統是一個女總統 還記得吧 好 那總統的女兒 自己做 你跟我亂講對不對 我自己寫給你看 所以她就發起了一個叫Nuclear Zero Lowsuit 開始跟她打國際關係 Ground Zero 大家知道Ground Zero 就是說 我原子彈核爆所發生的地方 你必須要賠償我馬少爾群島 所有的老百姓 在那67次的核爆試射當中的所有損失 她說 It's time that the next generation Our generation 所以這是年輕的一代 她沒有經過那個 你不要以為她是1945年 或者1958年出生的 她是80年代出生的小孩 她說 Our generation pick up the torch from our elders and continue to fight for justice for our people 所以她發起了這個 還不夠 她做了一首詩 表演了一首詩 那我們就來聽這首詩 來 我的時間 兩天半 她說她這首詩是給她子女編卡 她在2011年因為血癌而過世 好 那這首詩呢叫Fishbone Hair 那Fishbone Hair 大家知道就是綁用 編織的那個叫Fishbone 像Fishbone一樣 但是同時也代表了馬少爾群 可以放出她的絲 字幕嗎 沒有辦法 那一首詩 black as a tunnel and thin as strands of tumbling seaweed maybe it was my sister who stashed away bianca's locks so that no one could see trying to save that rootless hair that hair without a home there had been a war raging inside bianca's six-year-old bones white cells had staked their flag they saw it as their destiny they conquered the territory of her body they said it was manifested it all fell out i felt bald and blank as bianca's skull when they closed her casket hills wafting into the night sky Bianca loved to eat fish she ate it fried,a ate it raw,a ate it whole she ate it with its head slurping on the eyeball jelly leaving only tiny meat bones the marrow should have worked they said she had six months to live that's what the doctors told those fishermen over fifty years ago when they were out at sea just miles away from the key the day the sun exploded she bought 五四到五九年 97次 the air and clothes on that day those fishermen were quiet they were neat they dusted the ash from their hair reeled in their fish and turned around their boat to speed home there is an old chamorro legend that the women of guaha once saved their island from a giant coral eating fish they hacked off their longer than night sky hair wove their locks into a magical net and then they caught the monster fish and they saved their islands thin rootless fishbone hair black night sky catch this ash catch mooncatch star for you the uncle for you 我放這首詩的時候 在課堂上我的學生哭成影片 就是一個六歲的女孩子 愛吃魚 她一定愛吃魚 她在島嶼就像我們一樣 就愛吃魚 那麼你看到從五十年前 她剛剛fifty years ago 這樣子的一個核爆試射 那麼到了一個六歲的女孩 我們看下一張的身上 你看到這個血癌 她最後的torture 是所有的頭髮都掉下來的 所以她說thin rootless the rootless當然是非常symbolic 有象徵性的 沒有根的頭髮 fishbone hair 這跟她吃fish又有關係 black night 她裡面用了一個chamorro chamorro是關島原住民的神話 她說有一群母親 為了要保護他們的島嶼 所以用他們黑色的頭髮 就編織成一個很大 可以足以造掉夜空的一個黑色的網 把危害他們島嶼的那隻大的怪魚捕捉起來 所以這個hair 她也有她的atopist 行動主義的意義在裡面 所以她最後說catch ash catch moon star for you Bianca 這好像是一首盜王詩 來問問想看 我們不要停在這裡 那寫太平洋的這些輻射 核爆的輻射的小說太多了 我隨便一列就這麼一頁 那我現在正在進行一個project 那麼是用英文寫的 我大概都會談這些太平洋的這些島嶼的小說 從marshall island 那麼一直到samoa 一直到還有那個這一本 這個black rebel 這個是這個毛利主的 這個毛利主 到東加群島都有 那這個書應該是明年或後年 那我是英國的出版社幫我出ruled 那我跳到這邊來 我們給大家一點點的希望 這一點點的希望呢 科學家一段不斷的在努力 說好 那我們既然把大自然破壞成這樣 那我們一定要定出一個 a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 又是nature雜誌三頁而已 這大概可以得100萬這樣 就nature雜誌三頁 他提出了一個呢 就是人類可以安全操作的空間 所以才會有那個什麼 上下負二度嘛 所以你不要超過氣溫的變化 不要超過上下兩度 這就是人類可以安全操作的極限 聽他鬼扯嘛對不對 這種叫做prenetary boundaries 因為他們非常大有歧視的 把這個所謂的prenetary boundaries 就是說地球我們地球星球所能夠耐受的極限 那麼把這個耐受極限呢 就定義在某一個數值上面 如果超過了這個tipping point 我們所謂的臨界點 它就會引起環境不可逆 irreversible 你如果沒有超過那沒關係 上上下 那你超過了就有不可逆的影響 這其中有九項 那麼這九項我可以唸給你聽 nature雜誌我看得懂啊對不對 nature我看得懂 氣候變遷 生物圈完整性的改變 生物多樣性的消失 物種的滅絕 臭氧層的破壞 還有海水的酸化 生物地球的化學循環改變 還有土地系統的改變 還有乾淨水源的來源 還有大氣中氣溶礁 氣溶礁 氣溶礁 氣溶礁我們叫做什麼 我們台灣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我們中山大學有一個實驗室 就是氣溶礁 我們不是常常那個叫什麼 微粒啊 就是什麼東西 我們不是常常說 PM2.5 對對對對對 氣溶礁就是PM2.5 氣溶礁就是PM2.5 那PM2.5就是那個particle的大小 就是2.5 然後反正它不能夠超過一定的高度了 它都是用數字 這等等的方式物質等等等等的 所以它制定這些之後 聯合國下面還有一個氣候變遷委員會 每年都發表一個叫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每天都在做這個事情 拿了好多錢 做這個事情 那我要argue的是說 instead of planetary boundaries 去守住我們所謂的臨界點 這科學家在做的 我們人文學者 我覺得是更加的激進 我把boundary改成imaginary 我給你定一個數字 你基本上不會覺得它會發生在你身上 對不對 發生的也是大家的共業 你不會去守那個數字 你也不知道那個數字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然後你覺得那也沒有我的責任 對不對 但是imaginary就不一樣 透過文學 透過美學 讓你更加的sensitive 更加的concern 去關懷 去關切 去perceive 去召感到 好 這個結果 你會產生一個 即使不發生在我家 發生在別家 也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人類的命運 已經在一個loop 在一個circle裡面了 好 就是這種感知 你能夠 能夠放進 你沒有親身經歷 但是你讀了比方說 Kajana 他的fish bone hair 你會流淚 這樣子 這種感知 就是我們所謂的imaginary 我所謂的imaginary 透過以文學藝術的形式 而原住民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是第一手深切的感知這個 怎麼樣透過文學藝術 而能夠去召喚出 我們人共同的那個價值 跟共同的情感 那個bund 我認為是重要的 好 那下面這個更不要看了 SDG 這個每天 你們大概都還沒有被召喚到學校 常常被 被 被踢要去 說我 滿足了幾項 你們會背嗎 我會背耶 17個 好 但是這個古生物學家很有意思 他們就提出了這個 我也不仔細的講這個東西 因為這是古生物 我也看懂了 這個雜誌其實不難 我們去看懂那個自然科學的雜誌其實不難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像這些 對於大川老師應該特別有感 這個Lineage 或是Assemblage 或是Abondance 他的意思就是說在地層裡面 你不能只看地層 你要看地層裡面的生物層 好 那 不要講太多好了 有種生啊 種源啊 那最多物種的當然是在那個種源代 好 就是那個起源的就是 它的Bio diversity最多 所以我們去保護那個種源代 那麼當它到了種源的邊緣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Mutation 所以那個生物並沒有消失 而是Mutate 就是它會經過一個物種的轉換啊 等等的 那我要講的是 他在講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所用的這些語彙 事實上是處理人類社會的語彙 這個處理人類社會的語彙呢 在原住民部落裡面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我舉一個例子 在毛利族 就是紐西蘭的原住民 毛利族的部落裡面 他們稱為 他們稱他們的系種 就是Geology 我們英文叫Geology 或者是我們的Ship 他們稱為Wakapipi 這Wakapipi什麼意思呢 就是聯繫人跟其他物種的族系 所以我的族系不是從我人的第一個祖先開始 而是我人跟其他物種中間斷裂 我們現代性 18世紀現代性把它斷裂掉的那個東西 在原住民的世界觀 宇宙觀裡面都把它連起來 這個叫Lineage 所以他是跨越物種的思維 所以這種跨越物種的思維 人類的歷史也不其餘於人 所以人的歷史也就是跟我們所謂的環境的歷史呢 是勾結在一起的 是勾集在一起的 所以下面這個呢 他是一個Sociologist 社會學家 這個寫的就比較像話 他叫做Climate of History for Thesis 他基本上是告訴你說 你不能光看人類的歷史 你還要看自然的歷史 人類的歷史跟自然歷史 其實是分不開的 這就是人類是基本的概念 你應該要從這方面去看 我們的地質的歷史 Deep Time 跟我們人類的歷史 這個Chronology 一定要連在一起的 我們整個的 全球的這個資本主義的歷史 應該跟人類以及其他物種的這些歷史呢 產生一個對話的關係 這種東西呢 我們就叫做物種的思維 Species thinking 所以anthropocene 不應該是anthropocentric 不應該是人類中心的 剛好相反 是跳脫人類中心去看一個深層的時間 把人類的歷史跟物種的歷史 或者我們環境的歷史 整合而產生的一個對話的關係 所以人類也不過是千千萬萬種 這個星球生命當中part 生命的一部分而已 這個是他的講法 Bununa II 他快要來了耶 那個我們北美館有那個美展 他是策展人 所以非常非常興奮 即將來 本來說七月可能來不了 但是他應該會來 他寫了這個 好 那這個是我從他的文章裡面quote出來的 精華大概就是這樣子 但是法國人會講故事 他是東講西講的 It is rather that we have to sleeping in envelope ourselves we link a large number of loops so that gradually step by step knowledge of the place in which we live and of the requirement of them and of the requirement of them and of the atmospheric condition can gain greater pertinence and the bee experience as urgent 他的意思是說 人類是 就是把整個星球帶進你的生活當中 於是乎呢 那種種的極限 就好比在你的生活當中四處碰壁 讓你感覺到這些極限在你的生活中四處碰壁 你才能夠感覺到它的urgent 這一環一環的這個極限 讓你感覺到它是一件非常緊急的事情 他說 After each passage through a loop 一次一次的難關 we become more sensitive 所以我剛剛講的一個keyword就是這樣子 你要更加的 我們的immology 就是我們的immune system 我們的免疫 當然因為要病毒攻擊的時候 我們的免疫系統的反應 也要你身體足夠 而且是恰如其分平衡的一種sensitive 一種敏感度 他也在講這個敏感度 而且是更加的能夠去回應 這個我們的生態圈裡面 這麼脆弱的生態圈 有一層一層 woven loop after loop 我要不斷的反思 reflexivity after reflexivity instrument after instrument 他說不應該 instrument就是工具 什麼工具呢 就是我們學科的工具 你不是只有文學 你不是只有地球科學 你不是只有古生物學 你不是只有地層學 你不是只有地層學 你不是只有生態研究 你是instrument after instrument 所以換句話說是跨領域跨學科的組合 你要不斷的用工具一次一次的 來通過這一個一個難關 所以他最後結束在這個 我們說他說美學 美學很重要 他認為 這是一個philosophy 所以他為什麼要來策展我們的北美的 這個藝術展 美學就是讓你更加的sensitive 更加能夠去感知 更加能夠去關切 我們周遭發生的所有的 A capacity to make oneself sensitive that precedes all distinctions among the instrument of science politics, art and religion 當他你用所有的學科工具 不管是理論 不管是政治 不管是宗教 不管是文學 不管是藝術 其實你最重要的是一個美學的形式 是一個想像力 換句話說 想像力的遭感 讓你對你的環境 能夠更加的sensitive 你能夠更關切的去感知到 發生在比方說 李主人身上的事 也跟我一樣的痛 這樣 跟發生在我身上的事 是一樣的痛 好 好 那下面這邊呢 我為什麼列了這一堆 就是告訴你說 現在anthropocene 這些都重要的喔 這重要的 都是重要的 就是如果有一個博士班的考試 要考anthropocene的書單 這就是書單 但是就不提原住民這樣子 好 所以我覺得非常缺乏 好 拿過去 好 那這個呢 就是我剛剛大概講的東西 我做一個summary在這裡 那我就不多講了 其實原住民事實上 是在這一連串的環境災難當中呢 受到 因為他跟土地的關係 這麼的密切 受到最劇烈的一個危害 但是呢 他卻沒有發生 而原住民因為長期在這個土地上 他所積累的這些生態的知識 包括土地 海洋 大氣 冰塵 人類 其他物種之間的 這複雜的互動 都可以提供主流反思的契機 所以呢 很重要 一定要看原住民的作品 否則你看到的就是海綿寶寶 這樣子 好 KC又來了 他在2014年 當他還是24歲的時候 這是很年輕的一個女孩子 他就在聯合國的 氣候變遷高峰會裡面 發表了一個演說 這個演說 好 我們聽一下 可是沒有字幕耶 沒有 好像可以有字幕 奇怪 沒關係 唉 考聽力 出不來 出不來 看一下 卡住了 卡住了 唱給你聽 幫我們兩個雙聲來唱 卡住了 怎麼會卡住呢 跳一個好了 這個 跳這個比較好看 對 你先把它放開 你才能夠 好 那 Cassie Daniel Kitchener呢 就發表了那個 氣候宴前的演說 主要是海水上升的問題 他想說 我們家這麼多海水 是哪裡來的 所以有一天 他就到了格陵蘭 就找到他的朋友 那這個朋友呢 就跟他一起做了一首詩 那這首詩叫 Rise from one island to another I welcome you to the land of my ancestors to the land of my ancestors 速度 網路速度不行 他們表演得非常的棒 這就是我所謂的美學的形式 他不是只有文字 他有音樂 注意要聽到那個音樂 那個音樂也有作曲家的 後面的音樂 然後還有他的導演 還是不行 沒關係 我們就稍微停一下 就讓他在最後面 也會變成一個高潮 也不錯 那我就儘快的 下面沒有power point 也沒有關係 我們要講的就是說 到了那邊 他看到了北極的冰城 事實上是融化的 而這個北極冰城的融化呢 我自己親身經歷 所以我也拍了一張照片 給大家看 那這個冰城的融化 就導致到最前面 我們說ice on fire 你看到這裡 就是科學家火一下去 他整個爆上來 因為他的甲腕已經露在外面了 他其實是應該在很深很深的地 冰城下面 那這些原住民 在北極圈的原住民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 看到的格林蘭 這位等一下會給大家看 如果download了下來 給大家看 那另外一個就是 在阿拉斯加的 Inuit 還有Yukon 還有Tiglin 他們都是非常非常 對於冰城的融化 是非常sensitive的 因為他們對於冰這個事情 就glacier 這個冰這個事情 他們不是只有冰河而已 他們有所謂的ice sheet 叫做冰蓋 他們有所謂的sea ice 就是漂浮在 所以你科學家是用數字 他們是看這個冰 所以有sea ice 還有一個這種人 叫做涌動城 這個涌動城叫做permafrost 今天我們就已經動到了 他的這個permafrost 他告訴你說 這些冰其實是有感知的 這是重要的 是有感知的 所以他聽得到 你們人類在做什麼 他聞得到 你人類在做些什麼 所以在這個北極圈 極圈的文學裡面 他們不斷的在講述這個冰 當我的冰融化的時候 這些冰已經給我了 很多很多的hint 告訴我 我已經變成這個漂浮 所以他們知道那個極限 即使他們不看科學 那怎麼樣子能夠再回去 老人家告訴他們 你怎麼樣子才能夠過一個 我還能夠保持我原來文化的生活 所以他們有一本書叫做 The right to be cold 他把寒冷這件事情 也當成right 叫人權 所以他們file a legal suit 你知道嗎 所以我的人權是我需要寒冷 我寒冷我不是只有保護那個冰 而是跟著那個冰而來的我整個的文化 那儀式我的故事還有我整個民族的根源 如果冰消失了 不是只有你Cathie Janine Kizner家的水淹起來 海水上升 而是我作為極圈的原住民 那是一個genocide 那是對我民族亡魂滅種 的一個舉措 所以當原住民開始發生的時候 他們是非常非常強烈的 來產生這個事情 所以在他們的這個小說裡面 就不斷地出現這個 那其實我最後 可以放了 好 我們來聽一下 你們一定會感動 可是還要在最前面 最前面 好 這是Marshall Islands 他叫他 我來給你 從川島、海歸都是 從產浴 oyun山領, 從南少 Lyiert阿磊ci石 達 Chad 我來給你 從川冰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n my hand I hold these rocks, picked from the shells of New York, the foundation of the land I call my own. With these shells I bring with me a story of long ago, two sisters frozen in time on the island of Uyai. One magically turned to stone, the other who chose that life to be rooted by her sister's side. To this day, the two sisters can be seen by the edge of the reef. A lesson in permanence. With these rocks I bring a story to a countless times. A story about Sisu Amna, mother of the sea, who lives in a cave at the bottom of the ocean. This is a story about the guardian of the sea. She sees the greed in our hearts, the disrespect in our eyes. Every whale, every stream, every iceberg are her children. When we disrespect them, she gives us what we deserve. The lesson in respect. Do we deserve the melty ice? The hundred whole bears coming to our islands? Are the colossal icebergs hitting these waters with rage? From one island to another, I ask for solutions. From one island to another, I ask for your problems. Let me show you the time. Coming for us faster than we'd like to admit. Let me show you airports underwater, bulldozed reefs, blasted sands, and plans to build new atolls. Forcing land from an ancient rising sea, forcing us to imagine turning ourselves to stone. Can you see a glacier's groan with the weight of the world's heat? I wait for you, here, on the land of my ancestors. Heart heavy with a continuous thirst for solutions. As was this land changed while the world remained silent? As a terrorized snow, I call to you now, in grief, in mourning, landscapes, that are always forced to change. First, through wars inflicted us, then through nuclear wastes, dumped in our waters, on our ice. And now, this. Sister of ocean and sand, I offer you these rocks, the foundation of my home. May the same unshakable foundation connect us, make us stronger, that these colonizing monsters, that still to this day devour our lives, the very same beasts that now decide who should live, who should die. Sister of ice and snow, I offer you these shells, and the story of the two sisters, as testament, as desperation, that despite what we are told, we will not leave, we will choose stone, we will choose to be rooted to this reef forever. From these islands, we ask for solutions. From these islands, we ask, we demand, that the world see beyond. Onesies, SUVs, the pre-packaged convenience, their oil slick dreams. Beyond the belief that tomorrow will never happen, that this is merely an inconvenient truth. Let me bring my home to yours. Let's watch as Miami, New York, Shanghai, Amsterdam, London, Rio de Janeiro, and Osaka try to breathe underwater. You think you have thickets, before your bones fall beneath tights? We have years, we have months, before you sacrifice us again, before you watch, from your TV screens, from computers running to sea, we will still be breathing, while you do nothing. My sister, I offer you these rocks, as a reminder, that our lives matter more than them, cowardly. that our lives matter more than the same respect we all give to my people, that these issues will affect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none of us is immune. And that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has to decide if we will rise. 好,所以,其實最近在美國有一個運動, 就是種族的運動,就是用這個名稱, Rise,那這個呢,是他們去年共同發表的, 那裡面有導演,有,你們如果上網看, 你只要type,Rise from one island to another, 你可以看到他們整個的製作過程, 這裡面有幾個key words,giving back,exchange,gift, 他們彼此之間,兩個姊妹之間的這個bond, 把他們的foundation,祖先的foundation, 彼此給一個禮物, 這個禮物代表我們是一個bond, we are one family,one. 其實道德經有一句話, 天以一而得清,一,就是萬,道, 天以一而得清,地以一而得明, 所以地表清,天空清澈, 天以一而得清,地以一而得明, 寧靜的明,就是peace, 萬物以一而得身, 你這個life,是萬物能夠循著這個e, oneness,這個bond去走,而得身, 那如果天不得清,那就是烈, 天烈,地不得寧,就發, 所以這個colonavirus就發, 發,spread, 那萬物不得身呢,就滅, 道德經都講了, 所以你看到這裡面的這個oneness, 他在create這個foundation, 這個oneness, 他們要的是solution, 他們要的是respect, 他們要的是, 他們當中有很大很大的控訴, 他們要的是呼吸, 所以今天美國為什麼有那麼大, 那麼大的種族的protest, 那個抗議, 就是因為George Freud, 他說I can't breathe, 這大川老師最有感覺了, 我跟原住民在一起, 我們都吃飽了沒有, 他說你呼吸順不順暢啊, 這很重要, 呼吸很重要, 代表一個自由, 代表一種求生的自由, 他說we deserve more than just to survive, we deserve to thrive, 我們不僅僅只是要存活, 我們更要繁衍我們的子孫threading, 我們要一代一代的繁衍我們的子孫, 所以這原住民的控訴, 也深深的告訴你, 這整個世界應該要走的一個方向, 那下面我也有一些台灣的, 這個是就Do Galatians listen, 這本書裡面, 他告訴你, 你不是只有傾聽冰河, 冰河也會傾聽你, 這種萬物的這種感知, 跟人之間的這種回應, 從前面一開始我就講了, 在原住民很深層的部落的物種思維, 或者是宇宙觀裡面, 就像我一開始那個Fleur, 可以跟千千萬萬種的蟲魚鳥獸, 有thousands of conversations, 他在那對話, 那作者呢, 有一天, 我們就真的到極圈去了, 對不起, 我們看到的呢, 跟你們剛剛看到的Rise是一樣的, 這什麼, 就Melting Glacier, 溶解的冰河, 溶解的很厲害, 剛剛有一個畫面, and this, 就讓你看, 這是一個第一手的控訴, 第一手的證據, 第一手的經驗, 告訴你, 那下面就是, 我把這個冰河的四角panorama, 拉出來, 就我身歷其境去看到那, 你會驚嚇, 你知道嗎, 就是冰河, 這時候都溶解了, 這個是伏冰, 好, 那其實, 我這邊要講的是什麼, 就是這本書, 就我剛剛講的這本書裡面, Degress and Listen, 他希望, 人跟自然的相互尊重, 兩者的親密聯繫, 創造一個共享的世界, 這是在西方殖民主義, 逼迫從啟蒙運動開始, 自然跟文化呢, 在帝國擴張當中呢, 就已經受到了切割, 而我們回歸到原住民的這個姿勢體系,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信仰體系, 好, 那這個是Donald Halloway, 這個大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那他說, It is more than climate change, 今天我們面對的, 其實不是僅僅有氣候變遷, 而是呢, 無限的重擔, 這個重擔來自於化學的污染, 毒物的污染, mining, 這個河流冰川, 全部, 我們整個ecosystem的, 知識體系, 也被simplified, 而且是genocide, 就我剛剛講的genocide, 對於這些原住民來講, 冰川的溶解, 海水的上升, 代表了它整個文化的消失, 所以它們不僅僅是在修生存, 它們現在要世世代代都能夠生存下去, 這是一個linked pattern, 但是呢, claps, after major system collapse, after major system collapse, 就一樣一樣的崩解, 這個呢, 是在來吉部落, 阿里山的來吉部落, 這個我們最高的玉山, 其實不應該叫玉山, 叫Dangusabe, 那個布農族的話就是, 洪水來的避難所, 所以我們現在身在島嶼, 如果海水上升, 你第一件要學的, 不是游泳, 是要學著布農族的, 我們的好朋友, 爬什麼, 爬玉山, 去過的舉手, 咦, 你看嘛, 我跟達川老師, 那你們完了, 海水上升, 那人家布農族就告訴你, 只有那個地方可以躲耶, 對不對, 好, 所以, 我回到剛剛兩位說, 我從高雄來, 從遠道從高雄來, 開什麼玩笑, 我怎麼遠道, 遠道我就不來了, 一個半小時的高鐵, 所以請你們遠道南部來一下, 真正的遠道, 台灣呢, 在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叫做出國, 所以你現在不能出國, 對不對, 你就出, horizontally出位, 出城, 大臣老師出城, 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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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那個當顧三百, 他有整個神話, 他就放在他的日常的, 一個牆壁上啦, 你也不要覺得這是什麼多了不起的壁畫, 他們的藝術就是他們的日常生活, 那把神話故事就演繹在那, 那那個神話故事呢, 我就留給你自己到阿里山, 不要每次到阿里山都去住那個叫什麼, 什麼賓館還是阿里山賓館, 沒有意思, 到萊吉部落去想, 你就看到這個, 在萊吉部落, 他就整個神話, 好, 那夏曼南波灣最近有一個, 我們點一下, 我一定要讓你們看夏曼南波灣, 好, 熄患, 我们也许就先放在这边 大家去找 因为这个在网络上已经公开了 大海银唱中 很好就是它用竹语 你可以看到它的竹语跟着海浪的声音 其实是一样的韵律 那兰嶼如果你不要出城出国到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那你可不可以台湾总共有84座岛屿 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待在这个本岛 那去兰嶼 兰嶼的名称叫帮松弄岛屋 岛屋的意思就是人 真正的original people 帮松弄岛屋就是人之岛 它一开始就讲人之岛 人跟海洋之间的关系 那飞鱼的季节就有这么多的 刚刚我们讲的assemblage 对不对 就是这所有的东西都把它聚合在一起 这总共叫拼板舟 拼在一起 二十一块木头 这每一块木头都有不同的用处 它不是来自于一棵树 它来自于不同的树 所以make sure在这个岛屿里面 我有足够的物种 它的鱼又分成男人鱼 女人鱼跟老人鱼 所以大家不要一直去吃同一种鱼 这样子鱼就不会就消失了 大家都喜欢吃那种鱼 不要去补鲸 那是非常糟糕的 补了一条鲸鱼 事实上你已经摧毁了一整个宇宙 因为鲸鱼上面是一个大宇宙 各位去看一下鲸鱼上面有什么宇宙 这是它的飞鱼 我有一次飞鱼季的时候去 哇 它一个晚上回来了 它不让我跟啊 它说那是男人去的地方 你去抱那个地瓜就好了 然后它回来就这一些 它一个个把它挂起来 我说好漂亮啊 这就是美学 更近一倍 更漂亮 它在海岸上就已经 在上岸的地方就有摊头 就先处理好了 所以回来的时候就这样子 就把它挂起来了 这飞鱼干 这飞鱼季 然后它有时候会不小心 补到这个浪人参 高兴得不得了 就可以吃撒心米 那用的当然是阿里山的wasabi 那它给我这个照片 它说你看新亚 1957年是这么多 然后现在这么多 少啦 这么少 它知道海底下的风 它知道不同的鱼 它知道部落的摊头 那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 蓝鱼的calendar 是以飞鱼作为中心 所以有所谓的飞鱼季 然后飞鱼季之后 就叫飞鱼季之后 那飞鱼季来之前 就叫飞鱼季来之前这样 然后每一年都有这个日历 对 大家可以取料 对 太美的日历了 就像美国原住民有一些部落 他们用的是night calendar 夜历 那里面都是星星啊 漂亮的不得了 所以那个大川老师今天带的这个B word 对 这就是蓝鱼的 然后这个就是天空的眼睛 他们靠着这个天空眼睛 就是星星的导航啊 他们完全是不用现代的这个 所谓的罗盘导航 好那这是从伐木造舟 这些影片 这些图片都是他给我 他只是要让我知道他有多辛苦 不要一天到晚烦他这样 那就是男人鱼女人鱼等等的 他说你看我们多好 女人就吃这么肥的 那我们吃这么瘦的 那他们为的就是要繁衍下一代啊 thriving 对不对 繁衍的下一代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段落 我也把他翻成英文 我很喜欢把他的东西翻成英文 有时候都翻错 他会指证我 那世界地图是什么 一个岛接一个岛 好一个岛接一个岛 就刚刚我们看到Kijina跟Aka 他们也是一样 Rise from one island to another 所以岛呢他不是组阁 海洋也不是组阁 相反而他是通路 那么陆地的尽头 才是整个世界的开始 所以整个岛屿 他是串联成一个大的海洋 那么陆地其实占很小很小的部分 所以这是一个海洋民族 同时也是我们身在台湾 所以应该要去理解的 所以老是大陆思维不行 老是说太阳下山 我们在西子湾从来太阳就是下海 然后下面南波安说 他每次到了台北呢 太阳都是下楼 他就是说从小就是吃飞鱼长大的 千年不移的感情 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孕育了 就是我所谓跟毛利族一样叫Waka Pee Pee 他就是Lineage 他的总系是从飞鱼这样下来的 那一样的这个毛利族呢 他们是有一个 你们读过那个金骑士 是金鱼带着祖先来 好那这个呢就是Donald Holloway 那他最新也不能很新 那后来他也不断的讲述这些故事 那其实他们告诉我他主要要传达一个概念 不是只有Anthropocene还有这个字 他叫做Cathocene 那什么叫Cathocene Cathom就是这个希腊文里面的地球的意思 所以应该要有地球的思维 所以是地球式而不是人类式 为什么叫做地球式 这个太复杂了 因为他在这个很多的场合都讲 各位可以根据这个去讲去看 但是他告诉你说这个King Kingship本来是一个亲属关系 但是Assembling有没有 就是我刚刚讲的Assemblage 大家是一个集合体 那所有的这些生物呢 他都有共同的一个Flesh 共同的肉 你的肉就是我的肉这样 Laterally 应该这打错了 Laterally, Symbolically and Genealogically 从总细来看也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Ancestor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Strangers 我们不要只看人的Ancestor 这个King 其实可能是最Unfamiliar的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生物之所以要生存 之所以能够生存 是因为彼此之间 他把King这个字呢 变成kind 彼此之间温柔对待 不是making king 而是making kind 就彼此之间温柔敦厚的对待 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最好的亲戚 最好的亲人 可能就是你的陌生人 你文化当中最精华的部分 也可能是陌生人给你的那个部分 所以他把King 变成kind 那么告诉我们物种的思维 刚刚这里我最后要结束 其实是这里 他说 It matters What stories tell stories It matters what thoughts things thought It matters what words what words 就是说 你讲什么故事是重要的 这个讲故事的权利我要拿回来 我真正的故事 我就会带出更多一圈一圈 innumerable bundles of other stories 所以你看到这些岛屿的岛民 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联系 是怎么样的思维 又影响了怎么样的思维 怎么样的世界 又去建构一个怎么样的世界 就是不断的告诉你 要走出这个主流的语言 主流的故事 主流的文化 主流的思维 而去看到一个所谓的他者的故事 他者的思维 他者的世界 那这个就是Buru Natu 他说的loop after loop 一圈一圈的 reflexivity after reflexivity 不断的反思 instrument after instrument 你这个工具拿不到 那你就用别的工具 那最后这个地方 我想这个是我的一个结尾 the path to a resilient living on and even flourishing 我们要不断的繁衍繁荣 我用这个字 而不是说人的生生不息 而是物种的不断的繁荣 繁衍 pourishing is through activation of the planary planetary 或者是cathonic 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地球的powers that are within the grasp of indigenous stories imagination and vision because they are most close close to the land because of their intimate ties with the land or with the ocean with the water 那这个是最近林毅仁的照片 那是在泰雅族的部落 前一阵的下雨 他们就不断的去抢收这些 这个是cabbage 就是高丽菜 那抢收完了 那如果是汉人的思维的话 就说 趕快种 趕快种 再种嘛 因为是以利益做的导向 他们说不行啦 这个土地让他休息一下 过几天去 一二长出这个更好吃 这样 好 所以 就是 小高丽菜 小高丽菜 更好吃 好 所以要谢谢大家 今天跟我在这边一起 也拉拉扎扎的讲一些 不过主要是文学的声音 诗人的声音 他者的故事 那提供给大家做思维 那这个是台湾的岛屿 在我们胡卫五号摄影下的一个结果 那这些地方 如果大家还没有去过的话 这是Dangu Sabek 那应该要去一下 好 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欣洋老师 那你现在可以自己开放 让观众提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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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张老师 我想那个张老师的意思是说就是Apocalypse 这基本上人类是会跟所谓的末世论有一个historical event然后突然间我们的世界就有一个大的变化然后人类呢就面临了死亡或灭亡的威胁而相对的在原住民很多的声音出来其实我刚刚没有解释来几部落的那个图那个壁画是告诉你说其实不管是气候的变迁或者是这等等我们看到地球上面这些变更 它是progression的 这种progression是part of their daily life 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呢气温的变化或者是大洪水时代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经常是在发生的但是原住民在这块土地它足够的久因此而累积了智慧知道怎么样在这个juncture 就是发生的这个大灾难的juncture怎么样子让土地来复苏 所以刚刚张老师讲的另外一派的理论呢就相对于西方主流的这个所谓的Apocalypse就是末世论就突然间发生然后人就不见了人即将会被威胁不见 那我们看到在原住民的这个古老的智慧里面就为什么我们会回归到原住民今天如果面对这些其实是加速的没有错现在是加速的那原住民就告诉你他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在面对这些状况了所以我们要讲的是solution或者是一个hope 对未来的一个承诺对我们后世的一个承诺而这个承诺是怎么样才能够实践 我想原住民土地跟海洋他们甚至于冰河这些传统的知识在他们的歌谣里面在他们的仪式里面甚至于仪式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就已经有一些对待的方式那人类必须要去重新对待其他的物种或者是我们这个地球所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谢谢黄老师 谢谢黄老师黄老师我看过你的文章就是受到很大的启发 不敢 我是中海社工系邓湘医 那个孙老师我是那个族群所第一届业生 喜相逢 喜相逢 对 在原住民跟人类式的讨论上面我觉得对于原住民族群在当代台湾的生存逐渐有个最大的毛病 就是说在整个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当中失去最多的是原住民 他在整个制度上面并没有得到非常大的保障 那所以在原住民失去土地的同时文化、语言、教育 甚至整个知识系统都一直不断的流失 可是当人类式这个概念出来之后 当气候变迁的整个保护 就是说对于我们对于环境保护的这样子的那个行动 一直不断的被提倡的时候 却又要回归原住民的生活智慧 或者是那个智慧就是原住民智慧如何在现在当代全球 那个气候变迁的这个环境之下 能够为世界能够为这个地球找到生物 可是这之间存在了一个非常大的矛盾 就是说这个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地夺取原住民的 使得原住民的主体性日渐消失 可是现在我们却又强调原住民的智慧 所以似乎是这个世界活下去唯一的 也不算唯一啦 可以寻找的出入 那我觉得这个是在人类式的讨论上面 可能在原住民 就是说对原住民族群的生存 跟在人类式的这个论述的策略上面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gap 那我不知道黄老师从文学的角度怎么看 怎么看这样子的现象 因为从我们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 事实上我们的确批判他 但转型正义总就还是没有成功嘛 还没完成嘛 对所以不知道从文学的角度 或是孙老师怎么看这件事情 谢谢 孙老师他是你的学生 你先回来 老师先来 有九世先生 有九世先生转 有问题先生答这样子 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 不是原住民的问题 是人的问题 事实上现在我们用的这些新的说法跟名词 在过去的神话叙述里面都存在 在中国古代的哲学思维里面 这里面很多话都是老庄的观点 那几千年前大家就知道 你可以看到我们在理解人是什么这件事情上面 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奇特的人的性质 那个性质是这样 我们跟一般的动物世界不太一样 东物世界好像它被封闭在它的environment里面 它有进化 但是那个进化也是在整个环境变迁当中进化 但是人他可以把很多的规律理解了之后 他可以从走路后来变成有牛车 然后后来有脚踏车 他就一直在创造一个world跟environment不太一样 这个里面当然还有很多哲学的辩论 我说这个事情很难回答的原因 因为这是人的问题 现在的人很习惯于把这个事情 裸移到跟原住民有关而已 事实上你看人类的所有的文献 都一直在讲同样的事情 因为人一方面要生活 然后要创造他的世界 所以他必须制造工具 他必须因为要制造工具去累积财富 然后去做各种各样的突破 然后后来又发现到这些东西 反过来又反噬到自己身上 人类一直在这个循环里面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 然后哲学问题就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也就是说人类 现在我们在想的这些东西 你看我们现在一直在努力在创造一个新的环境概念 其实它又是另外一个意识形态 这个要用生态的工法 要什么样的工法 又是另外一套东西 能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也很难 我们在做原住民工作的时候 最大的感触也是这个 因为除非我们现在能够创造出一种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只是环境的思考 可能还是真的要思考 要改变我们现在的社会形态 比如说还要不要国家这个概念 因为一直要国家 它就要建构很多东西 像我就觉得南太平洋这些岛屿国家 我大部分都去过那几个岛屿 那些快要沉默的岛屿我都去过 我一直觉得他们不应该成为一个国家 那个印度西亚那么多的岛屿 要把它变成一个统一的东西 可是过去好像你不这样子 你好像就没有力量去改变什么 然后把你的社会提升这些东西 那现在我们的科技到了某一个程度 是不是有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 我们要放弃我们以前国家的那种形式 比如说现在因为交通方便 那个用这个网路也很方便 我们过去那种国家界限的这个概念 或者是买卖东西的这个方式 有了改变以后 有没有可能再回到 某一种小国寡民的心态 可是那个小国寡民 又不是那种像过去那种原始的状态 因为人没有办法忘记它要超越它自己 人跟动物最大的麻烦 人自己创造这个麻烦 可是好像又是我们的本性 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们在做 我自己在弄原住民文学的时候 就有一种焦虑 本来我们就没有文字的时候多好 每一个人都会唱歌啊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就是文学家 文学家不是要靠像 写好的老师啊 读很多书啊 有才情啊 我们路边摊的人都会唱 我们随便 我今天不是可以唱 卖啊卖那个撒西米 卖那个哇沙比 大家都 酒嘴啊 看那个榻榻米 对吧 对吧 以后是音乐文字 好像这些 不需要这些文字 可是呢我们 我记得好像黄鼎叔有讲过 他说你们搞什么原作文文学啊 他就是要去中心化 不要弄这个文学史 文学史就是一个搞搞什么 那我说这样好了 你最好不要 大家都不要写文学史 我就很开心 你叫我不要写 然后你一直拼命写 都搞到后来 整个台湾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你们在写 我们都 在这里五六千年都变成 像什么一样 所以我们也努力写啊 至少变成 可是在努力写的过程当中 我就想到孔子那时候 三世书定六经 已经把那个三代以前 所有的文化大概杀掉了 百分之九十 好像我现在正在干同样的事 那种焦虑就会有 所以那个 看起来原住民的文化里面 是提醒我们 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第一自然 如果是人工的自然 是第二自然 我们就 是对这个第一自然的珍惜 可是呢 我们能不能够放弃我们 对第二自然的建构 我觉得人很难 我就说这个是一个哲学问题 所以我一直觉得像这个 我们从原住民的角度 反社会来谈这个问题 是一个方法 可是我一直觉得这个 不是原住民的问题 是人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 除了一些我们想清办法之外 我觉得还是要触及到 我们自己的社会组织形态 我们过去是因为大家分开 所以我们原住民还可以保持 小曼老公还是可以去捕鱼 他现在捕鱼是偶尔捕鱼 然后可以变成文学 他的祖先不是这样 他的祖先捕鱼是生我 他已经跳开那个部分 他也不能够密反这个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跟我们的同胞说 你要保护你的原来可以 用身体去干嘛干嘛的时候 一方面觉得是要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很残忍 你们都可以骑摩托车 你还是一直叫我们走路 我觉得兰语的朋友最气我的 最气我们讲的一句话 他讲以前你们告诉我们说 你们的文化很落后 所以应该要改变这个改变那个 住在那个 弄的那个地下屋之外 在上面盖的 然后他说现在很多人就讲说 你们这文化很珍贵 你们要勇敢的站起来 他就讲说现在我的感觉 好像你把我的脚砍断以后 叫我站起来好好走路一样 就这种感觉 不过这个有点开玩笑 不过是一个可以反省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我们反省的方向 还可以包括我们对原来 我们对社会的想像 有没有可能 我们现在的小国寡民的形态 是有可能的 以前的小国寡民是那样 经过那么几千 两千多年人类的进展 我们好像有了一些 第一自然的技术 因为我们也逃不开 第二自然的技术 我们也逃不开 那有没有可能把我们这个第二自然的技术 多多少少让我们回到原来的 那个小国寡民的状态 因为只有小国寡民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你不回到整个社会原来的结构 你永远解决不掉这个问题 而即使是那样 好像解决也不能够彻底 只是人的 而且我们实在不知道 宇宙到底奥秘在哪里到将来 所以我一直觉得宗教的反省 无论怎么样我们还是逃不掉 它永远有花 有发言权 我好像乱讲了 很好 真的 很好 鼓掌了 我讲了半天就等于没有回答问题 可是我们还要 对 其实我倒也没有那么悲观 我想你想的一个问题就是 appropriation containment 就是说 就好像我们的书写文化 现在又要来盗用 你把原住民的土地 把它的文化都给毁掉了 但你现在碰到问题了 你却要appropriate 你却要来contain它的文化 因为它的文化的一个多样性 那可是今天我们讲的是 第一个原住民自己的发生 这件事情是必须要被鼓励的 或者甚至于在制度上面 必须要积极地去做的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种 sensitivity 我们就讲一个美学的形式 或者是一个故事 它可以带动你的眼泪 可是我们学术的研究 是没有办法带动眼泪的 那带动眼泪有什么好处 那也就是刚刚大川老师还有您讲的 我要做社会的改变 social change 那个社会改变的动力在哪里 我们为什么要去小国寡民 对不对 那那个社会改变的动力 通常是出自于你内心的感动 如果你没有感动 实际上你没有行动的力量 所以这个感动要先于行动 所以我才会不断地讲这原住民的声音 它让你感动 文学它让你感动 或者它更是人的问题 而不是单纯原住民的问题 那今天为什么把原住民挑出来讲 就是告诉你说人类事里面讲了个半天 原住民到哪去了都不知道 但是他们是第一手的经验 那么它承受的这个环境变迁的这个结果 那但是其实我的论点 应该跟你没有什么矛盾的 那他们的声音被磨灭了 那不是一种appropriation 不是一种contentment 而是要怎么样articulate 怎么样build up the bond and at the same time hard to heart speak 我喜欢的 hard to heart 就是这样 我只是大川引发了我讲话的欲望 因为我跟大川就是要对话 就是那个body to body的对话 Body to body 你刚刚提出来的问题很有趣 但其实那两点没有矛盾可言 这是现代人突然间 就是你知道 心中有悔意了 发现他做错事情了 他就是偏早解答不得的时候 我发现 原来解答在这里 当然 就像他说的也不只是原住民的智慧 比如说像老庄的智慧 其实是非常接近的 而是原住民更在生活里 很具体的体现 就是生活里面的一举一动都是 不得不体现 也是 就是那个早年的 比如说那个 甚至于儒家说 这个福建与蛇入山林 他的想法就是一样的 就是说 我这不能随便让你砍树 就是该砍的时候才能砍 那那个就是生活里面的体验 没有生活体验就没有 那现在我们没有体验了 因为资本主义体制在帮我们做所有的生产 所以我不知道说 这个砍掉多少树以后会怎么样 因为我们根本没在砍树 所以我们的生活体验也没有了 所以当然 重新从这里面找到 找到那个 从体验得来的智慧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 刚刚大汉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 这也有关于 就是说 约翠博信到底怎么定义的问题 虽然其实很多人觉得是 没什么道理要从一个点开始 原则上就是说 你现代性没有出现之前是没有可能的 大规模的改变 不可逆转的改变 那现代性以后就是真的没办法逆转 很多事情是 你根本没办法计算 就是说 现在比如说 现在这个 Timothy Walton 讲的 Hyper Object Hyper Object到底 它到底影响范围多广 多深多远 根本没人没法计算 太多因素在里面 所以这里面就牵涉到工具 或科技的问题 比如说 现在比如说 很容易看到几条可能的路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用科技 更好的科技 来改善科技造成问题 好 那这个就是你刚刚说 把CO2变成Rocks 对 可是那个机器本身 不是要能量吗 对 对 比如说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我现在 不收到汽油了 好棒 用电 那电是哪里来的 电是用煤炭那个 发电厂烧出来的 那所以这边 这边这个污染减少 那边污染增加 你到底最后是增加还是减少 其实已经有人谈过这个电动汽车 其实它造成污染 会比原来的更严重 所以你表面上看见 高科技的这些工业 好像它污染是几乎是零 当然是 想话 讲下话 那其他那些我没法想象的污染 根本你都不知道而已 可说明比我们原来更多 所以你能不能用更高深的科技 来解决目前科技造成的问题 这是一个真的值得思考的问题 那如果这个是不可能 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话 那其他的路是什么 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生活形态 最终生活形态是要回到心灵的人 要是Hart and Heart 那当然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更积极的方法 这种也是我觉得 就是人类就是基本上 地球的一个毁灭者 所以那最好就是 反正我们就自然而然 让人类消失 那这个地球就没事了 但是这个是画错重点了 就是我们今天谈ecology的时候 并不是在谈地球 地球不需要我们 你知道地球 所有的生物都死光了 它还不是在那边转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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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过了几亿年之后 又跑出新的生物来了 地球 这就是老子说的嘛 天地不人 它根本不理你啊 它给你这些条件 它不是为你给的嘛 就恐龙在这个世界上多久了 恐龙在这个世界上这么久这么久 那那个条件原来是为恐龙而设的 不是为我们啊 等到我们出来的时候 条件又改变了 几颗彗星撞一撞之后 条件又改变了 所以 我们要谈这些问题的是 其实有一些 不同的路径 但是这些不同的路径 其实都必须要好好地思考一下 它到底可行不可行 或者说它的consequence 比如说你把人类当作 这个地球的病菌 真正的病菌 真正的毁灭者 它的consequence 我们谈人类谈ecology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让更多的鸟存在 还是最重要 不 我不是说鸟不重要 像我们 我们在谈物的时候 其实回到原住民的文化 最重要的是 人跟其他物都是物 一个平等的关系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谈Picalli 最重要的是人类要能够存活 但是它的存活就是要靠 其他的物种的存活 那我们体会到这一点 那这个就非常关键 就是说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能随便把其他物种 当resources来消耗 consuming 对不对 我们要平等对待它 那平等对待它 是我们想像它 跟我们一样的平等 还是它就是跟我们真正的一样平等 这中间还是有差距的 那所以我的原住民化 在这边是关键的 就是说 这个我要问你 反正就要问你这个问题 就是 先问你再问 也许它可以怎么做 我这里在教教学生的一个课 就是 The object 我们到底怎么理解它 它就是一个 就是 植物啊 动物啊 当然 比较 不必放在同一个层面来讲 理论上也是要 但是最难理解当然是 石头啦 石油 这种东西 这个东西到底我们 能不能把它当作平等东西来看待 那 它当然 一般来讲就是说 这个在原住民文化里面 基本上都会 包括美洲的 都会把它当作一个 平等的对象 甚至于是有生命的对象 通常是有生命的对象 嗯 好 那我现在就想请教 请教你说 在我们未来 或者不是未来 就是原住民文化 原住民文化里面 它到底是 把这些 透过想象认为它是有生命的 还是它真的就是 就像你刚刚说的 那个 Glaciers listen 对不对 它是真的在listen 还是你想象它在listen anthropocle的一个 projection 嗯 那其实这个事关到 更深层的事关到 我们跟环境的关系 嗯 就是 最简单的讲就是说 其实就像你刚刚讲 就是说 其实人类一直想超越 超越那个第一自然 其实它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我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 因为经过 我不知道是不符 还是为了有些其他本能 它想要脱离那个自然 脱离之后 它就认为说 那个才是自然 我不是自然 那这个当然也是 最关键的 走不下去的问题 所以 从我才要说 这个 政治 without nature 政治 without nature 我们要把nature 自然的观念根本的ditch 没这个观念 因为你说nature 在那边 你就忘了自己也在nature 里面 嗯 所以我们应该改用environment 明白我是the environment 等等 嗯 那这个就牵涉到 最重要的是我跟物的关系 我们的地位到底怎么样 那最后这只是一个 也许是opinion 但是 那也可能 从我角度来说是一个truth 一个fact 那不知道你的理解怎么样 就是说 你的立场也可以 或者原住民文化里面 那这个人 对物的这种 认为物有生命 这样的现象 是想象 还是比想象更真实 是fact 那这个当然牵涉到我们整个ecology的运作的方式 认知 从认知到运作 我想这个问题也是哲学问题 所以好像不用回答 但是我简单的来回应一下 我说 You are as a solid as a rock 对原住民来讲 对美洲的原住民 特别是平原区的原住民 好那各位看到Mesa 对不对 那么漂亮的一个台地高原 他是对你最大的赞美跟肯定 赞叹 你跟rock 一样的solid 那廖院长 你可以提出一个比喻 比我称赞你solid 像一个rock 更好的词汇吗 很难 我看到的问题就是这是个metaphor no no this is not a metaphor of course this is not a metaphor 这是我给你最高的一个赞叹 对不对 我也用同样的赞叹 来赞叹我身边的这个Mesa 这么漂亮的岩石 为什么这么漂亮的岩石 会变成去炸到你家 然后舍树以千万计的人的盒子蛋呢 原住民无法理解 他也想像 他是想像 一万两千英里以外的那些受难者 他们在死前 怎么没有办法看见 岩石原来在这个台地上 在阳光的映照下 那么美丽多彩的颜色 是一种外戏 所以我就直接了大回答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主流的思维里面太久了 所以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projection 这是一个异性 好 就回到土地 我觉得你就是要有这种 我违再地强调 讲这些东西其实不是在appropriate 或者是content这些indigenous writings their stories 或者是their philosophy 他们也没有什么philosophy 就是 不是 而是一种建立我们已经消失 在主流文化里面 在institution里面 或者nation state的boundary boulder里面 已经消失的那种感知 好 那这种感知 你就要常常跟大山老师 你们两个绝对有酒 作为桥梁跟工具 所以我一再地去讲 这个真的是一个感知的问题 那你说那它是不是一个fat 它不是一个fat 如果你以我们的词汇 就是我们学术的词汇 that is the real not even reality it's the real it's the sublime 要不然我们读romantic poetry 他都能够看到sublime 然后worseworse 他偷了一个船 他就会感觉到后面的山在追着他 对不对 那我们都不会去question说 你神经病了 不会啊 对不对 所以这种人跟物 互为主体的关系 比方说庄舟梦蝶 是蝶梦蝶蝶蝶还是庄舟梦蝶 这等等 互为主体的关系 我想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就是说humanity 就是人性当中可以理解的 所以我才会觉得他的solution可能不在科学 因为科学会定出bondering 科学其实是troublemaker 它制造了问题 又要去用更高的科学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是在回归我们人文学科 人类的本性 人文社会学科 社会学科可能是在第二个 第二站 就是说你要触动这个情感之后的那个action 所以这一些我各位看的那些poet 他们都是articist 他们不是只停在我给你讲诗 讲完了以后他就真的做 就是有一个project 有一个social project 来做 我想这个是重要的 所以you are as solid as a rock 我可以回答一下 是不是对原住民来说 那个是真的 是一个事实 要看什么时候的原住民 我妈妈会觉得是 我不一定会觉得是 然后也要看不同的人的性格 我自己曾经看过大概第十四到十八世纪 很多那个影修院的秦规 有一些在做这个灵修学的这些人的 记录他们那个内在世界变化 看问题的那个方式 真的有一种人 他那个理解认知外在世界的方式 跟我们一般的人不太一样 所以那个 你说是不是一个事实 要看是什么说的人 什么样的人 那现在就是这个东西是哪一个是真正的 我们还不太找得到一个 因为有的人就觉得他们这些在影修院里面 面见到上帝或者是那种 我们觉得是一个虚幻 一个illusion 但是有的时候他们有一套非常严谨的检查方式 就刚才宋明理学也是这样 他在检查他那个意识出来的时候 他说是来自于良知良能还是有私欲偏情的 他去检查的时候也会进入这个 所以可能对我们知识分子来说可能比较不是 西化之国 有规定 我看到非常中国的也是不也是 大概是这样 所以 所以其实人是很复杂的东西 我们现在是因为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面对的这些问题的时候 比较想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去弄 所以就会碰到这样 所以都是大哉问来实在讲 不过有一句话我是想补充一下 我们很多的同胞尤其是年轻一辈的 他们讲说自己不会讲自己的母语 有压力 然后在谈自己的民族经验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部落经验 以前我们原住民文学早期的说 你如果不写打山猪这些东西 你根本不可能被入选 大家就拼你写山猪 所以有段时间我们原住民文学早期在山海 都说每次都有山猪 如果有没有你们去看我们那时候 那个老师们在做评选 哎呀这个没有山猪 有的人写了 但是都错的 哪有打山猪这样打的 就是他们辩论半天 第二个 哎呀他的那个中文太像汉人了 你这个就是要写错字 其实他也不是 他写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 那个他词用错了 可是我们就哇这个词用得真好 很有原住民味道 就会有 我们的同胞就会有那种困扰 尤其是现在年轻的一辈 那我自己的看法 当我们没有办法 评断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忘掉这些事 让自己的生命按照自己的路 发挥到哪里就发挥 忘记你的这些东西 有的时候我会这样说 所以我要回来讲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矛盾 当你那个矛盾很难判断的时候 我觉得就应该跟着自己觉得可以 舒服或者是不要被人家欺负的方式走下去 所以他们讲说不会讲母语有屈辱感 没有在部落里面就会 我说不会 原住民文学不会被绑在大山柱那边 这将近2005年之后的 我们原住民文学奖的得主 渐渐就是很多都已经跟部落 可能有一天原住民文学的内涵 已经完全跟原初的那个不一样 可是这就是人 也就是人的历史 所以人还是要自我从事 要变成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众友 对 我很怕他们每天都在想民族的问题 是不是原住民啊 我活得有没有 是不是我要回去蓝鱼捕鱼 蓝鱼捕鱼弄了半天也只有蓝 想马然不万事 别人都没有 那他们不是蓝鱼的人 这句也不好 对 所以我是觉得人样样种 对 一方面我觉得对某一些人是 就非常真实 对 谢谢今天王老师精彩的演讲 演讲后的讨论更是精彩 还好 那那个我们好像本来说四点半有音乐会看样子 那两个主角 那两个主角就 那就是非常谢谢各位来 那我们这个虽然演讲结束了 大家如果还有更多交流的话 我们会后欢迎大家就是用不均行事的方式 就是跟讲者或者是彼此之间再多一些交流 那我们下周一下午三点 下周一下午三点钟 来 下周一三点钟在外文系的会议室 还有一场 就是人类试跟疾病论述 人类试跟疾病论述 是我们邀请到淡江定位系的蔡振兴老师 他是方面的那个专家 那欢迎大家到时候继续来参与 那当然7月6号还有一场 那一场就是科技艺术跟人类试 但是他讲的是负人类试的问题 怎么样藉由科技跟艺术的结合 让人类试能够逆转 那是请到 7月6号是请到台北艺术大学的 王建伙老师 那他主要大概是用 Bernard Steep的 基本上对负人类试的看法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最后那个大传统接他一句话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需要真的 一定程度找回那个他 他妈妈的那种对物的感觉 对 这边没有对错的问题是 你能不能感知到而已 这个就像那个当初 那一句 长姐造字之后 不是 天语树 鬼夜哭吗 那根据有些人的解释就是说 因为我们造了文字以后 我们把自己跟他们隔绝 所以 鬼夜哭是为我们而哭 不是为他们而哭 不是我们变得powerful 然后他就要难过 他说可怜的人啊 从此 你就把自己困在文字里面 所以我们必须要走出那个文字 找到你刚刚说那个heart to heart 这可能性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